OK 長毛突藥 窩居體扭團 其實原本一開始的構思 都是想有多些木的元素 整體感覺比較溫暖 所以第一樣想過 想多加一些木的傢俬 以及木的裝飾 配襯想加一些磚牆 或者文化石牆 是白色的 白色撞到木的感覺 因為客人很喜歡現代和風的風格 所以大家會看到很多角色各樣的木材穿梭成一個單位 在傳統的裝修當中 會用磚或者用雲石面去處理的地方 客人都會用木去取代 大家可以看看窗台位置 在廚櫃的無縫石面位置 客人都特意用了木材去取代 逐減石面位置 偷減石面位置 配側測石面位置 龍泳鑑水 踏尾Step 這個單位客人花了很多心思去擺設擺位 大家在入門口的時間看到一個充滿復古味道的鐵閘 走多一點看到地上充滿著一個拼花的地磚 以及一些木條的假天花 大家都覺得一點都不會悶 在廁所方面 客人用了兩種長身磚去區分廁所乾濕區域 在乾的區域客人用了六角形的長磚去鋪設 在臨浴區客人用了特色的波點長身擺設 感覺就像置身於精品酒店的浴室一樣 想裝修又想去旅行 但不夠那麼多現金 OK長毛業主私人貸款 貸款額高達港幣820萬 或物業估值的85% 最快一至兩日就完成批核 立即出發無難度 借還是不借還得到才好借 折騰